这只大熊猫正在干饭 一只熊孔雀在对它开屏 还转来转去 全方位展示自己的美丽 熊猫气疯了 这伙看着就很碍眼都打扰到自己干饭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熊猫站起身来 朝着孔雀走去 那样子似乎不怀好意 孔雀背下的立刻飞起来 自挂东南枝 动物园里发生了这样一幕 大家觉得孔雀为什么这样 园子里两只被隔开的大熊猫 正在互促中长 一只孔雀突然冒出来 将它们撒得不行 因为这只孔雀不明白 为什么像大熊猫这种 一点也不拉风 一点也不酷炫的黑白色的动物 还当上国宝 而像它们这种五颜六色 绚丽多姿优美动人的动物 却啥也不是 于是它飞到了动物园 想来跟大熊猫比一比 紧接着我们就看到这只公孔雀 原地表演了一个开屏 孔雀心想 你看看我这优美的身材 挺拔的身子 还有五彩缤纷的羽毛 你再看看你 颜色单调又肥又胖 啥也不是 这边孔雀正在全方位 展示自己的美丽 但我们的大熊猫 它一心只有干饭 煮损吃的那叫一个六 大熊猫饭都干完了 这货还没消停 你说气熊不气熊 于是大熊猫动起来了 它慢吞吞地爬起来 朝孔雀走去 它还什么都没干呢 孔雀就被吓得刺挂东南枝了 我们都知道 大熊猫都比较懒 这只大熊猫吃过饭 也不想动它 没想到这只孔雀 又开始了它的做死之路 它又飞进了院子里 对着大熊猫开屏 大熊猫都快烦死了 立刻想追上去弄它 从画面上看 大熊猫的动作似乎不算太快 但其实大熊猫 可是非常凶猛的猛兽呢 它试探了卡几下 发现每当自己 快要追上这货的时候 它都会拍拍翅膀飞出去 于是大熊猫开始 假装自己很弱 慢吞吞地追不上这个家伙 孔雀果然上当了 这次无论熊猫怎么追它 都没有再飞出去 然后大熊猫猥琐在后面 趁机发出迅猛一击 大熊猫似乎觉得有点可惜 没有留下这货 它砸罢了下嘴 似乎在说自己 还没有尝过孔雀的味道呢 不过大熊猫 还是留下了几根孔雀羽毛 它开始对着这根羽毛 大咬特咬 似乎这样能尝出一点未来 它走到哪里 就把这根羽毛带到哪里 从早上啃到下午 直到将整个羽毛啃得 只剩一个头了 大家觉得大熊猫可爱吗 让我们为我们的 国宝大熊猫点个赞吧